快步進入會場敢演講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仍雖然在高雄參加黨內營隊 但前一天移到黨部盯緊查帳狀況 柯文哲把任務交給黃珊珊 要把帳查明白 上午十一點多 黃珊珊到黨部出席記者會前會 要化被動為主動 但柯主席賦予黃珊珊做負責人 被認為在下指導旗 因為有中評委直言 應該開除黃珊珊黨籍 柯文哲這一指令 似乎可見 寶黃珊珊結局 曾經黨內權力核心感嘆雙標處理 也有前幕僚通露 二零一八年選前兩天公開收支經驗 如今卻不見當年SOP 常常在講說什麼中評委是這個 共同的決議 集體決策 但實際上我相信這個決策要做 還是要看皇上的臉色而定 所以今天皇上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做這樣處置 就算柯文哲再強調走人簡單 留下善後最困難 但現在又被爆料 去年十月訪美時租車費用高達台幣 八十多萬 從小移民美國的網紅外國輪直言 不可能那麼貴 除非您的員工在A前 對此民眾黨解釋八十九萬 是美東和美西兩團費用總和 還包括司機餐食住宿費等等 多點爆發之際 支持者也看不下去 一名資深黨員臉書透露 黨中央一次下封口令 怒吼危機處理真的太離譜 可能會有一些不滿跟焦慮 那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們也會 大師傭說你夾的 對 經營夾娃娃機副業的百萬網紅草爺 曾在大選前和柯文哲合體拍片 配上到當時抽獎活動鬧爭議 將這回柯文哲申報已暈 短短一年全台首間店面野收攤 政治現金風波 支持者也沒能躲過